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中共內訓 一口一個資本家 一口一個吸血鬼 不甩中共威脅 美軍導彈驅逐艦南海進行無人機演練 美媒揭穿胡叼盤誤導 事實讓人吃驚 中共外交部官媒言很大 接連拋假消息 破壞蔡英文出訪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主頻道熱點直擊 今天是美國時間4月1日星期六 感謝您的支持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中共內訓 一口一個資本家 一口一個吸血鬼 阿波羅網記者秦瑞報導 江澤民 曾慶紅派系背景的香港01 3月31日發表文章 標題是 馬雲回歸庫克訪華 民企和外資建立新預期 文章首先對習近平當局進行吹捧 文章說 馬雲的回國對於當前低迷的市場大環境是一個利好刺激 對於中國民營企業家來說 也是信心大漲的一天 這被認為意味著內地經濟政策轉向的重要變化 然而 瞭解江派大外宣風格的網友顯然會知道 對習近平當局忽包忽貶 又包又貶 名包暗貶是他們的一貫風格 這些文章讓人想起中共在歷史上種種表現 例如 由校署編輯的《歷史的先生 中共半個世紀前的承諾》一書中 就收錄有《一黨獨裁遍地勢災》 這是中共新華社在1946年3月30日的社論 不過 歷史的先生於1999年在大陸出版後不久即被中宣部封殺 不但被列為禁書 還處分了相關人員 而當時就是江澤民執政時期 不過 這並不妨礙江派再度扮演改革派角色 這篇文章的最後部分 雖然達不到奪取蔣介石政權前那麼慷慨激昂 卻也能迷惑了不少不瞭解其背景的讀者 文章語帶誠懇地說 實話實說 疫情三年 企業最難過 企業家最難挨 這兩年對於民營企業家的污名化確實有點過了 一口一個資本家 一口一個吸血鬼 問題是沒有資本家 哪來的市場經濟 沒有市場經濟 哪來的就業機會 沒有就業機會 哪來的家庭收入 文章接著說 資本不是貶一詞 資本家也不是 中國是現代化依靠誰 依靠鍵盤俠嗎 把企業家都打入牛棚 在鍵盤上實現共同富裕嗎 中國不是不需要資本家 更不能妖魔化資本家 而是要創造更好的營商環境 創造更好的政策風向 以高度的政治文明來實現中國式現代化 這些話一定會獲得很多人的同意 但是 看看下面這段話 或許就會改變看法 歷史的先聲中記錄了中共新華社1946年的一篇社論 標題是為中國經濟的民主而鬥爭 裡面這樣說道 或許有人把我們的發展私人資本主義 和反對官僚資本的主張當作在野黨的宣傳吧 我們的的確確認定 中國必須發展私人資本主義 在閃甘寧邊區與華北華中廣大的解放區中 新的富農經濟是在農村中發展起來了 一些地主的資金轉移向工業投資了 然而 僅僅4年後 1950年發動土改 據保守估計 在這場運動中 有200萬地主無辜失去生命 另有估計 可能多達450萬人在土改中喪生 不甩中共威脅 美軍導彈驅逐艦南海進行無人機演練 美國海軍伯克級導彈驅逐艦米利-24號 於3月下旬連續兩度進入西沙群島海域 中共事後將警告程度升級 直接由國防部發言人坦克菲發話警告美國 更威脅後果自負 但美軍無視中方的威脅 在進入西沙群島後的一星期內 接連於南海執行各種軍事任務 更一度進行艦載無人機演練 於上月23日、24日 米利-24號曾兩度駛入西沙群島海域 中共聲稱已派軍艦驅離 但美艦至今依舊在南海活動 美國第七艦隊於過去一星期 頻頻於推特上公開米利-24號 在南海執行的各種任務 美國第七艦隊稱 米利-24號於上月26日、27日 在南海進行艦載無人機演練 從兩天釋出的照片中 分別顯示了無人機起飛與降落的一刻 無人機最終順利由艦上的攔截網收回 除了無人機演練外 第七艦隊一公開照片顯示 當米利-24號於27號進行艦載無人機演練期間 該艦船員同時於艦上進行了實彈射擊訓練 過去第七艦隊雖然一直有定期公開旗下軍艦動態 但卻鮮少於短短一星期內 數度公開同一艘軍艦的軍事活動 此舉似乎是為了回應中方數度虛稱 以驅離美艦的謠言 展示美軍於南海活動的決心 美媒揭穿胡叼盤誤導 事實讓人吃驚 中共官媒《環球時報》前主編胡錫進 近日在推特上通過對比兩起最近的事件 以暗示中國比美國擁有更加開放的外商投資環境 他在3月27日的一條英文推文中說 就在TikTokCEO在美國接受質詢的同一天 蘋果公司CEO在北京的蘋果旗艦店受到了熱烈的歡迎 不同的國家 不同的胸懷 上述說法具有誤導性 3月23日 TikTok首席執行官周壽茲 在國會聽證會上接受約5個小時的質詢 議員們擔憂 這個在美國極受歡迎的短視頻平台 對個人數據安全和國家安全構成威脅 聽證會的第二天 也就是3月24日 蘋果公司首席執行官蒂姆·庫克 在中國新浪微博上發布一張 他在北京一家蘋果旗艦店 與員工和顧客打招呼並合影的照片 庫克上週赴中國參加由中共政府主辦的中國發展論壇 與胡錫進的推文類似 中共官方媒體也抓入這兩起事件的對比 誤導性的暗示中國為美國公司 提供了比美國為中國公司提供的更開放 更自由的投資營商環境 TikTokCEO在美國聽證會上遭到圍攻 而Apple CEO在中國旗艦店受到人們的熱烈歡迎 這表明中國是真正在實踐公平和自由貿易的國家 《環球時報》英文版援引一名中國網民的話寫道 首先諷刺的是 胡錫進的這條評論以及其他一系列呼應中共官方敘事的 針對美國的批評 發表在推特上 一家自2009年來就被中國大陸封禁的美國互聯網公司 推特遠不是唯一一家被中國屏蔽的美國知名互聯網公司 其他被屏蔽的還包括谷歌 YouTube 臉書 Instagram 維基百科 谷歌郵箱 雅虎等等 中共外交部官媒言很大 連拋假消息破壞蔡英文出訪 中共外交部3月31日例行記者會上 中共官媒 中國環球電視網總臺記者詢問求證說 據瞭解 近期瓜地馬拉將派一位高級別外交官訪華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回應 希望瓜地馬拉認清大事 早日做出正確選擇 對此 中華民國外交部同日痛批此為中方荒唐戲碼 直指中國近日接二連三釋放醜化我國外交工作的假訊息 對我輿論進行認知作戰 企圖干擾蔡總統出訪效果 外交部表示 該報導所謂瓜國高級別官員仿佛中國的說法 已由瓜地馬拉外長布卡羅親自向我國政府表示 所述荒謬且毫無根據 純為無極之談 並再次代表瓜地馬拉政府熱烈歡迎蔡總統率團到訪 外交部強調 瓜地馬拉是中華民國忠實友邦 兩國關係極為密切友好 瓜地馬拉總統賈麥黛堅定挺臺 除了在各類國際場合強烈為臺灣發聲 此次蔡總統率團訪問瓜地馬拉 就是應賈麥黛總統熱情邀請 瓜國政府內閣官員也將陪同賈麥黛一同迎接蔡總統到訪 充分展現臺瓜關係堅實穩固 感謝您的支持 贊助和留言 請您訂閱並傳播我們的頻道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開了頻道 那邊沒有黃標和紅牌的問題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祝您週末愉快 再會 we're the best one be Josep you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